你真的除了安全的考量之外 你可能也鎖定了電動車 如果消費者真的要選擇 這種小型的 這種豪華品牌的電動車的話 除了VOLO的XC40以外呢 我們來看看市場上面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選項 請來 其實現在國內可以買到 豪華品牌的電動車 我們就講比較尺寸 接近CUV的小修律 或是其實各家銷售車隊蠻雷同 就是同時會推出CUV小修律 也會有所謂比較 Coupe-like跑旅這樣的一個車型 除了我們今天講的這個VOLO XC40 我們就知道它也有所謂的C40 Recharge兩種的車型 那B&W的話就是IX1跟IX2 那如果是Audi的話 就是以同級距離是Q4 e-tron 以及它Q4 e-tron也有Sport bag 那我們就先來看這個休旅車型的部分 XC40 Recharge它只用兩種動力兩種車型 它比較特別就是同一個車型之下 它有兩種的電池配置跟驅動方式 當然它在現在目前這個年式 它賣的就是所謂的單馬達後驅 或者是前後雙馬達的四驅 那其實這個之間的價格 價差大概有一個30萬左右的一個價差 那其實比較亮眼的數據的話 我們比較推的話 就是在它的雙馬達車型部分 會有一些優勢 雖然價格貴一些 它的標準車價是222萬 但它的強項就在於說 它這一家車廠 它在單馬達和雙馬達 它的度數不一樣 它的電池度數雙馬達的大一些 82度 單馬達只有69度 然後再來就是攸關 我們買電池車常常會講 很care就是充電的效能效率的部分 它的雙馬達配的是200千瓦的DC 最高的一個對應功率 所以它的電池度數更大 然後它的充電效能更高 所以換來的 反而是我們常常講的一個 比喻是10到88的充電的時間 這個效率就出來了 那當然它另外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它雙馬達它調教 我們也都試過 不論是AC4或C40 其實它的加速的速度 這個性能感會非常重 因為它的出率已經來到408匹 扭力也超過68.3公斤 0到110 以AC40的話4.8秒 所以你放眼來看的話 其實以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BMW iX1 或是Q4一創來說 儘管用到雙馬達的動力的 調教的車型 也都沒有像XC40的雙馬達 來了這麼的兇悍 那再來雙馬達 我們好像講度數比較大 充電效能比較好 再來的話它的續航里程 以NEDC來說也有623公里 是比較理想的 然後來看BMW 他們的iX1的話 基本上它就跟XC40不大一樣囉 它是用單一動力車型 它都是XDrive的30 然後外觀就是XLine的配備 那聽到XDrive就知道 單一它都是雙馬達的 然後它的度數稍微小一點 66.5度 然後動力調教也有313P 其實0到100也蠻快的 iX1也有5.6秒 那WLTP的續航也有440公里 這樣的一個表現 好那再來看到奧迪的Q4 e-tron的話 它又跟XC40比較接近 就是有兩種配置 一個就是後續的單馬達 它叫做45 Advanced 那也再來的話 它的55的Quattro 就是所謂的前後軸都有馬達 那也會給你比較運動版的配置 那之間的價差一樣 也有大概20多萬的一個價差 那如果你選到Q4 e-tron的 雙馬達的配置 它的動力處理也來到了340P 然後0到100的加速 也有5.4秒 然後WLTP也有523公里 這樣的一個表現 再來看到跑旅的車型的話 當然XC40對到的 就是C40的Recharge 那它的售價基本上 現在各家的策略一樣 你要買到Cubellac 比較帥的都會比CUV貴 大概10萬上下 那這個C40的單馬達的起價 或者是雙馬達售價 就會比我們剛剛講的XC40 加了10萬塊左右的價差 但基本上這兩台車的出力數據 調教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電池度數 充電功率 只要你是單或雙馬達 它的配置 不論是XC40或C40 就是一樣 那回歸到VOLVO 他們的C40來看的話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電池的效能 加速性能之外 我們剛剛也聊到很多VOLVO 有關他們家的 就是從油車艙之間 累積下來的一些安全的data 一直延伸到現在電車上 包含電池的安全 我相信都是在C40Recharge上 我們會看到它比較強向的地方 然後再來比較的話 就是iX2的部分 它當然相較於iX1的話 一樣它也是用單一動力 也是用XDrive的30 不過它iX2原廠BMW 就是因應它比較跑格化 就不是給它XLine 它是給它M Sport的外觀 所以外觀就會更帥均運動化一些 然後單一車型的售價是237萬 然後馬力的話 一樣也是313P 那Q4 e-tronk的Sport Bay車型 一樣也是照這樣的邏輯 就是變得比較帥度 那價格會高一些 那動力出力數據也都一樣 所以總規來說 我們以不論是AC40 iX1或是Q4 e-tronk來說的話 其實AC40它的尺碼 其實更適合都會 它的車長會比較短 但是它的軸距 其實又不算很短 也有2702mm軸距 以C40來說 所以它在實際的 空間的表現上是不俗的 給大家做個參考 歷代以來 其實Volvo在每一個歷代的車款來說 它們在外觀上面也下足了功夫對不對 對 像在我們小時候 我們講到Volvo 長輩就講說 盤克方方正正的 那個就是適合長輩開的車 比較保守 三師開的車 對 但是在 其實在1960年代那個時候 他們就曾經以美背文明 就是當時他們在1961年 打造P1800的雙門跑車 之後他們又衍生出了P18ES S就代表是Shooting Brake 所以它採用是雙門跑車的架構 可是是三門的基礎 可是是長車尾 有點像是我們現在獵跑的始祖 因為我現在獵跑 所謂Shooting Brake都是五門 當時他們是採用三門的獵跑 可是重點是它的尾門 它沒有尾門 它就是一片玻璃 這個在當時是很新創的設計 那這個設計後續也延伸到了一些 包括後來的車款 我們表上雖然有C30 可是C30是21世紀的產物對不對 其實早在1986年還有一台車叫做480 480有地方叫ES 它也是類似P18ES 三門鞋背 可是有點車尾有點 向後延伸比較長一點 可一樣是玻璃的車尾門 這個是延續了二十多年之後延續了傳統 一個代表現的車款 那我這邊說一下480當時是一個 針對年輕族群設計的車款 因為當時大家就覺得說Vovo不予保守 所以這台車480當時是第一台前驅的Vovo 也是第一台有先燈頭燈的Vovo 算是蠻新潮的 台灣其實也引進過還不少 那到了21世紀就是C30 衍生出2006年的 就是C30這個車型是 其實是透過當時S40這個平台 底盤平台去衍生出來的豪華先輩車 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有沒有印象豪華品牌開始在著重 入門的這種豪華先輩車的產品 包含E系列 A Class 就陸續的出來 就想要鎖定年輕的族群 所以Vovo當時這台C30 同樣的他利用了比較年輕化的外觀 然後三門的設計 加上他的尾門 我看他的尾門一樣就是P18ES 整片玻璃的尾門 上面有一個Vovo的字樣 看起來非常的新潮 那所以就是說Vovo他除了專注在安全的 這個發展上面 他在外型以及他的文化的經典的傳承上面 他也有所琢磨 一直到現在我們看到C40 Recharge 我們講說他車尾豪美 美倍 其實這個美倍相當程度上 也傳承了來自於1960年代 這個DNA 所以就是說 呈現出來就是一個比較新世代前衛 可是又有一些經典元素在裡面的 外型風貌 沒錯 好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照片上面的 C40的Recharge 那今天實車也來到我們現場 那我們就請昆仁哥帶我們來看一下